大家好,我是William,土豆王的观众你们好 你好,我想请问一下,作为你来自香港的设计师,是怎样的奇迹让你加入到了上海市庄州 我本来是在巴黎那边的EFA这个分校的同学 然后就是现在上海的Fashion Week邀请我过来,学校邀请我过来 然后他们就收了我一些的作品这样 然后下一位问题是,您认为您的设计中有哪些特别之处,能够令你新变得更开乐,更能验重的感觉 我觉得美是,每个人的观点不同 但是你要找到一些大家认同的东西 让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美,才是一个好的设计 我本期的灵感就是一些,好像非洲那边那些土著那些有一些tattoo在身上面 它们是凡 表现它们在那个社会的地位 哈哈,它们是凡,表现它们在那个社会的地位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衣服,缺了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加进了我的设计里面 让我的衣服让别人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是他的地位是有些不同的 如果要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这一集的设计的最大亮点会是什么 我想是 我刚刚也有说就是跟别的 跟现在的衣服不同 就是我是表现着一些东西的 不是单纯的美 就是是表现着那个社会地位啊 或者是一些reputation啊 social status这样的东西 感谢观看